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東亞足球錦標賽的決賽周 昨晚就在南韓釜山正式揭開戰環 第一場就是中國隊對日本隊 中國隊就輸1比2 既輸球又輸品 這一場也是很搞事的 其實這個決賽周最多人關注的一場賽事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隊對中國隊 這個中國足協已經在內部通傳了 對於這次的國家隊成績是完全沒有要求的 只有一個底線 就是要擊敗香港隊 避免在四強當中佔底 四強就是中國、日本、南韓和香港 他們認為就算輸給日本和韓國都無所謂 但是一定要贏回香港才行 根據新浪體育網的報導 基於目前眾所周知的情況 中國決戰香港這場比賽 意義顯然遠勝於其餘兩場賽事 所以為什麼要贏回香港隊 什麼叫目前眾所周知的情況 就是這個反送中運動 很明顯就是在說 你要反送中 他就要在錄音場上贏回你才行 老實說 那些親中派的政客 例如容凱恩那些 甚至乎在議會那裡都不要搞這麼多政治 現在在這個體育場上 是不是應該搞這麼多政治呢? 你是把體育政治化 你要把決戰場 由現實世界搬到足球場上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問題 用球賽解決 現在 這些很明顯就是不對 為什麼不出聲 那些親中派的議員 一隻二隻 誰敢出聲 你問他中國隊對香港隊 對他站在哪邊 他都未必敢回答 這些真是正棍 第二件事就是 你下這個命令其實也很奇怪 老實說 一場足球賽事 一日未吹雞也未知輸贏 怎麼可以下命令 一定會贏 除非來說 你就預先知道賽果 那就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神通 大家知道很多神通 事在人為 但是我又絕對相信 我們香港隊是專業的 是有體育精神的 一定會拼盡全力 來打好這場比賽 所以你說一定要贏的話 誰都一定要贏 對不對 而且大家看看 34年前 如果記得有一場賽事 就是香港隊打贏了中國隊 在世界盃外圍賽當中 當時就是1985年5月19日 在這場賽事當中 香港、澳門、文萊和中國 都偏配在同一組 中國隊 終於以一比二輸給香港隊 沒有辦法晉身第二輪的賽事 即是在世界盃外圍賽當中 就是因為香港隊的這一球 令到他出局了 沒有辦法打入86年的墨西哥決賽 比賽結束之後 更加引發了中國球迷的騷亂 所以香港隊並不是沒有贏過你 香港隊是 你不要打算贏緊吃硬 對香港隊才可以 這些太過自大了 何況你輸給日本隊和南韓隊 都好像毫無反應 我們又說說昨晚那場鐵幕戰 中國隊已經一比二輸給日本隊 而其中最具爭議性的 就是在上半場32分鐘左右 這個姜志鵬 竟然為了解圍 跳得很高 踢中了日本球員 喬江大樹的頭部 不少球迷都認為 你這樣的動作很離譜 加上來踢球 或者踢人 那這個姜志鵬他自己是怎樣解話呢 他就說 我沒有故意傷害任何人 我覺得他根本就救不了那球球 大家可以看重球 是我的腳先截了那下球 然後他的頭才碰到我的腳 在這個國家隊的比賽當中 這種動作都應該要注意一下 那一球我根本就沒有踢他的動作 所以比紅牌沒什麼可能 你竟然是說 人家的頭就碰到你的腳 嘩 真是厲害 人家的鞋面 就是碰到你的鞋底 這些球員真是好心 在國際社會都被人笑 輸球是一時的 輸品是一世的 你這樣踢球法 兜腳踢人家的頭 這根本就是 你只看重播片段 都覺得他很痛 所以香港隊的球員就要小心 和這班人踢球 就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好了 我們就再說一下 關於中美貿易戰的最新戰況 現在中國已經作出了讓步 對於部分大豆和豬肉的關稅 就是撤銷了 但是他們又搞一些小動作 他搞什麼小動作呢 根據外媒的報導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指示下 中國所有的政府辦公室 和公共機構 必須在三年以內 完全淘汰國外品牌的電腦設備 和軟件 而且在明年初 就會開始啟動 大規模的更換潮 這真是非常好笑 我們檢視一下 到底這個傳換國貨的國策 到底是否有效呢 第一件事來說 其實就是正中了特朗普總統的下懷 人家美國總統三催四請 就是要求美國資金的企業 就是要回流回美國設廠 你現在這樣說 全部你的電腦軟件 電腦設備全部都不用 那你就逼迫他們回去 這些美資的企業 所以你還算中伏 這真是中計黨 所以人家怎麼會在你的設廠 你都不用了 沒有需求大跌 第二件事 你就說要棄用外國品牌 棄用就沒問題 那你就用回中國的龍芯 你那些CPU 你不用英特爾 不用AMD 沒問題 你自己可以設計一些芯片出來 問題是 你到底裡頭那顆半導體的晶片 你自己有沒有能力來生產 或者其實都是掛牌 就是國貨其實裡面的芯片 都是外國製造 這樣就很好笑 而且你說去用外國的軟件 包括視窗 Windows 都不用了 Office 全部都不用了 總之這些外國軟件 除非你用盜版 我相信不會的 漾漾大國用盜版 即是笑死人 不會的 用正版顯體的 好了 你自己有一個 手機來說 你不用IOS 不用安卓 用什麼 用鴻蒙 鴻蒙 但是現在還未現世 整天都是指紋樓梯 不知走到哪裡 原來最新的公佈 就是華為手機 下年開始就會預載 鴻蒙的OS 不過直至這一刻 大家都沒看到 一直都在吹水階段當中 反正蘋果電 手機又不用 電腦又不用 視窗又不用 全部都是美資品牌 這些絕對不能用 那你就用什麼呢 用聯想 但是用聯想當中 是不是所有的 就是部件 全部都是國產的呢 還是你掛個牌頭 在國產裡面 全部都是外國產的 你沒意思 是不是 就是這些 自欺欺人 自己找自己 所以 要淘汰外國產的軟體和電腦設備 我自己覺得 都是留於打嘴炮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完全不用 完全脫離 是不是 好了 你說12月15日 大家知道 到底會不會加徵新一輪的關稅 我看那個判斷 先說我的判斷 我覺得是會暫緩的 但是也未必能夠達成任何的貿易協定 就會繼續進行長期的談判 繼續在這個貿易戰當中 就是膠著狀態 我的研判就是這樣 因為也看不到 特朗普總統有這樣的動機 繼續加關稅 因為中國讓步 我們剛才說過 未曾達成任何協定的時候 已經對部分的大豆和豬肉設施了關稅 這個決定 其實就是為著推遲 12月15日加徵新一輪的關稅 創造了友好的條件 至於另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總統堅持 要求北京承諾大規模購買美國農產品 到底他肯買多少 現在就要從中國來肯 即是在這個達成12月15日 因為很快 在這個死線之前 到底你肯買多少 那你就依靠他買 不然就很嚴重 因為加徵新一輪的關稅 其實就是針對著156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再加徵15%的關稅 主要就包括什麼 例如是這些玩具 智能手機等等 如果再加上去的話 你就百上加根 你的產業就可以說是 Collapse 所以現在他們當然要想辦法 將這個新關稅延遲 但是會不會能夠達成這個 所謂的貿易協定 我就覺得延至尚早 因為特朗普總統的胃口都相當之大 我想他絕對 就未能夠滿足於現時的條件 到底中美貿易戰是何去何從呢 而我的研判又是否正確呢 四天之後就會知曉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